Hello,大家好,我是KingFone,然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延续上一集的内容 就是继续开我们这个游戏王的这个礼盒 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UGO的Legender Deck 2 就是我们的传奇礼盒的2号 这可以看到正面的话,这里有一个千年眼的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的话呢,是收纳了游戏海马和城之内的三套卡组 我们看背面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的内容 首先的话呢,Pick它还是送了跟我们之前那个不同版本的一个三幻神 然后送了其他三张卡 然后的话呢,有一套游戏的卡组 有一套海马的卡组,有一套城之内的卡组 今天也是给大家这次就打开来看一下吧 我这个里面的话呢,最想要的呢,肯定是那个海马卡组里面的那个青眼白龙了 我先把它剪开来 主要就是奔着那个青眼白龙去的 但是不知道那个海马卡组里会不会有三张 我估计可能大概率的话是一张UI 然后两张平卡 那么平卡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收藏的价值 先把它打开 先把它打开 OK,那么我们这个就差不多 这样把它打开 然后可以看到跟第一弹的它那个配置差不多 里面是这样的三个卡组 然后是一包P卡 我们先打开P卡来看看P卡里面是有什么 把它剪开 把它倒出来 一张一张卡 等一下我开一下灯 可以看到第一张的话是Dark Burning Attack 黑暗灼烧攻击吗 这是一个黑魔刀女孩的一个卡图 然后这个是Dark Burning Magic 应该是一套的 黑暗灼烧的魔法 然后还有那个Soul 这个的话 这张卡面有点好看 是一张永续陷阱卡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这个是我们送的三张P卡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的话呢 就是这个三套卡组 首先的话我们先来看海马吧 就是我最期待的 我最期待的一套 青眼白龙的卡组 我们来看一下 距离有很多卡其实我是不认识的 因为 我个人对青眼白龙的卡组 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 这个 把它先撕一下 有点难开啊 这个 等一下 它这个卡包的太好了 OK 我们一张一张看 首先的话这个是 青眼白龙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张make 然后这一张的话呢 我之前是开出了一个SDR的 SDR的 就是这个叫龙觉醒的旋律 这张的话是Ur 然后这一张的话我也是开出来 开出来一张SDR 然后这张的话是青眼救之龙 然后青眼白龙 这个青眼白龙居然是不闪的 青眼白龙不闪 这有点 有点难受 好吧 那么 它是三张不同卡图的青眼白龙 然后都是平卡 平卡的话就有点 没内味 那么这个应该是 白色玲珑 白白玲珑 海马赖人 传说的白石 The white stone of the ancient 就是古老的白石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些其他 比方说什么青眼白龙的闪式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牛头人 可以看到这些的话呢是 海马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卡组啊 还是比较强的 在其实在一代的话这些卡 其实都是比较强的 然后 也是比较有回忆吧 这些卡其实当年我们都是玩过 这个的话是龙虎 然后这个Kingdom Dragon 哦这个D King of the Sun 这张卡我以前很喜欢 我觉得这张卡的卡图很帅 很小很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这张卡 嗯 然后这个的话呢 Burns the Steam of the Sun 这个这个融合 然后就是 啊骨质规则 然后就是这一套卡 嗯 还不错 但是它这个青眼白龙没有闪啊 就让我很难受 如果有闪就 哦 这张好看 Token 这张海马的这张眼神物 这张好好看 嗯 这张我应该是会把它放到我那个收藏的卡册里 然后把它放到一边 看我们的第二个卡册 第二个卡册 这个的话呢是 可以看到封面的话是我们三幻神 不至于是三幻神的卡组吧 嗯 不太清楚 三幻神还得去卡组 我记得游戏里不是 打牌的时候应该三幻神是不能用的 嗯 没记错的 把它撕开 啊 最近这个疫情的原因 确实是不适合外出 但是我确实是是在家里闷的不行啊 所以说是买了不少的卡片 嗯 韩版的话我是买了三个盒子 然后应该差不多明天会到 然后到时候下一期应该会给大家做 啊最后一期游戏王的开箱视频 因为连续做了好多期了 然后那一期开箱开完以后呢 会做一些其他的类型的视频 嗯 这个的话是奥西里斯的天空龙 奥比利斯克的巨神兵 然后拉的一神龙 跟之前的卡图不一样 哇这个是黑暗大法师 哇塞好好看 看这个卡图 还是鱼啊 特别帅 哦 这里面好多鱼啊 这个的是 这几张的话就没什么了 我这张也是也是黑暗大法师的卡图 啊 然后跟之前一样的话呢 是黑暗大法师的核心 右手左手 右脚左脚 这些都是 然后灵魂 啊 然后就是黑魔导 黑魔导女孩 啊 然后这些呢就是 之前游戏的那个卡图里 哎 这个是 好吧 我就不多 不多说 反正这个我以前小时候经常玩 但是名字我都不一定叫得起来 黄金柜 光之后风险 嗯 啊 这一套的话就是魔法师卡组 就很明显跟初代的游戏就完全不一样 嗯 很多卡其实还是从初代延续下来 嗯 可以看到这是那个游戏的游戏的卡图很帅 嗯 OK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开我们第三个卡组 第三个卡组的话是城之内的 城之内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卡 啊 我印象比较深的话 是城之内应该有一张卡叫做炎炎之见识 是吧 嗯 那张卡他用的好像次数用的蛮多的 然后的话呢就是时间魔术师应该也是他用的 然后还有那个宝贝龙千年龙 啊 然后包括那个牛头人 那个两兄弟 兽人 兽人兄弟 两张 嗯 我猜应该会在这个卡组里 我猜 然后包括周恩宏也黑龙也是在城之内的卡组里 OK 我们先开围镜 这个The Blackstone of Legend 传说的黑石 嗯 这个是Red Ice 真红眼黑龙的卡片 这个好酷啊 Red Ice Flame Flare Metal Dragon 真红眼的 这叫什么 燃烧的黑龙 燃烧的真红眼 好吧 我不知道这张卡叫什么 但这张卡好帅 嗯 然后这张卡的话呢是真红眼黑龙 可惜他不是闪卡 如果是闪卡就好 嗯 这是Red Ice Black Flame Dragon 哇好 城之内的卡那么那么厉害的吗 怎么全是真红眼的 而且感觉他的卡都好强啊 嗯 Red Ice Retro Dragon 哦 可以看到这些卡的话就是 哦 这张宝贝龙出来了 这张宝贝龙和千年龙 哦 然后人造人电子机器人 啊 哥布林 突击步不对 城之内的卡呢 就是以蟒为主 嗯 反正动画也是这样 啊 Blue Flame 然后变成苍颜的剑士了 我之前看好像是红色的炎剑士 哦 然后时间的魔术是 嗯 菲尼克斯 嗯 这个这个 然后后面的卡片呢 我其实就不是特别了解 嗯 城之内的卡组还比较有 蛮有趣的嘛 嗯 还包括还有召唤模样 嗯 嗯 等等的 龙卷风 好像第一次在这个剧组里面看到龙卷风 哦 这张卡也是动画里面出现过很多次 嗯 鸡流藏 哇 有两张 诶 这张融合卡好有趣 OK 那么这就是城之内 这三张这个人物卡 其实都 还是蛮帅的 那么 就是今天的这期视频啊 有点水 但是 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啊 Lender Deck 2的一个内容 那么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可以点赞 评论 啊 找上我的视频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